台股指数目前跌55点 刚刚跌幅有在收敛中 但今天有一波比一波低的压力 主要是刚刚看到了 包含了像今天的金元双雄 今天的半导体封测龙头 还有像被动元件 甚至今天的红海 都有一点出现修正的压力 红海目前跌到107块5 跌了两块钱 这根黑K把上个礼拜五的 红K棒给吃下来 上周原本市场期待 今天红海正式亮相的 三台电动车 包括了休旅车 轿车 还有包括电动智能巴士 这样的情况 当然造型让大家也蛮惊艳的 价格也惊艳 而且性能也蛮惊艳的 但是为什么今天 红家军的个股 或是NIH联盟个股 有点休息呢 包括上礼拜强势的 以胜 广宇 玉龙 康普 红海 还有美其马这些个股呈现 震荡拉回的修正 为何如此 现场特别请到的是 胡语堂胡分医生 现场高的大家 难道这台车的亮相 会让市场认为说 就是一个利多出镜吗 或者是说 它可能真的要上市的时间 让它真的能够赚钱的时间 要到2023年以后呢 因为我们知道最新消息 亮相的新车 但是上市的时间 2023年 不过售价蛮杀的 不到百万 真的蛮吸引人的 这高CP值的电动车 纯电车 好 现场特别请一堂高搭 怎么看待红家军 还有包括车链联盟 今天的拉回 拉回该不该早买点 上礼拜买不到的 或是上礼拜追不到的 今天拉回 该早机会点切入吗 好的 凯明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原则上拉回来 我认为站在买方 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大家看到 今天股价 几乎跟红家军 有关的NIH联盟的 这些公司 都呈现普遍性的下跌 但是凯明第一点 谈到什么 利多出镜 当然因为 科技日之前 这些股价有先拉一波了 不管你看像红准 广宇 以胜KY 玉龙 就是在前一两周 已经连买盘先卡位 所以说 往往搭配这种股价的 一些操作 真正利多 我觉得它叫短线的实现 就是市场上 有些期待性的买盘 先买了 这地方先点码 那我为什么认为 可以站在买方 因为 第一个我觉得红海电动车 就像刚刚凯明电也谈到的 真的不是现在马上 你就会看到 营收的一个贡献 我们过去也聊到 它是属于比较 可能也许最快 这个2023年左右 才会有比较实质性的贡献 然后更高度的成长 可能到2025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来讲 我会认为可以买原代是说 它是有一个中长期的期待 所以原则上来讲 刚刚聊到比较指标性的 比如说像玉龙 因为它就是跟玉龙成立了 这个洪华先进 主导整个电动车 NiH的联盟 那玉龙也是提供了 它的整个底盘 相关过去 在汽车造车的这些经验 跟技术 跟洪海的这些结盟 所以以目前来看 我倒觉得是说 不一定说在这个地方 马上就会上去 但是我觉得长期来讲 还是有它的一个期待性 所以对洪海电动车的一个部分 我认为站在买方是没有问题 只是今天看得出来 就是说市场的气氛 比较保守一点 有点利多实现 然后资金又转到了 这个原物料相关的族群 那原物料当中 又是动到先前 稍微比较压抑一点 不过我们也有跟各位报告过的 今天动到像是EG 当时我们就谈到 因为中国的限电措施 那煤化工坊的EG厂 是备货停工 所以EG的价格走高 那乙烯的价格是持平 所以这些EG厂商来说 第一个 利差的扩大 对它的获利 它是有一定的一个贡献 当时我们就谈到 大概就是东莲跟中仙 应该是有机会做反应 因为先前涨的都是 主要是PVC EVA的 像是台具亚具华夏 之类的 那中仙我们当时也聊到 股进比比较偏低 那我们说过 这个股价还在票命额 10块多附近 今天就拉了一根涨停 所以就是硕化类 我觉得它这一块 还是会两性的轮动 或许今天你 今天动到EG 也许明天PVC EVA的 还会再往上动 那金属原物料也是一样 我们谈到的铜铝链新的一个价格 也是不断的走高 举例来说 像新价最近是飙涨 大概这一两周涨了快两成 飙到了14年的一个新高 因为就是欧洲的大厂 这个Near Star的一个部分 就已经表示这个发电的成本太贵了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太高了 所以新的产出就减少了 所以短短的时间内 新价就冲到14年的新高 那台厂当中 我们会有聊到就是 像是6581的钢链 因为钢链它是由国内 众多的钢铁厂出资成立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电葫芦 这个电钢废渣的一个回收工时 就是提炼出来 所谓的一个氧化新的一个产物 在上一次法说钢链有谈到 它原本预估下半年的新价 大概是每公顿可能3000美元 就已经相当不错 这是大概在几个月前的法说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像新价来到每公顿 大概是3800美元 比公司当时法说预估 还要高出快三成 那当时就聊到 其实新价来到3000美元 它全年应该下半年的获利攀升 就有机会撞到6块 那如果依照这样的模式的话 可能全年的获利 可能会比6块还多 所以本益比还相对低 那技术面的形态也是属于 刚从横向整理完之后 最近几个交易日 才大量去做一个喷出 所以一直上拉回来 我觉得类似像这种 伴随着原物料走生 然后第四季的获利 它有这种比较高度期待性的 一个公司 我觉得拉回来 还是可以站在买房 当然接下来我觉得可能 就看这个苹果的一个发表会 有些新的应用 MacBook 可能导入miniLED 甚至像是AirPods的推出 可能也是这一两天的一个重点 好 另外刚刚在尾盘时刻 有一个最戏剧性的变化 就是航运股的表现 早上原本都差一点 达到跌停板 那现在尾盘居然拉高 几乎回平盘 万海好像还一度有往翻红迈进 那长荣阳明跌幅也收敛 几乎回到平盘 怎么看待这种尾盘的拉动 今天的这种 又面对的一波风浪 整理尾盘的拉高 这显示着明天的行情怎么看 这个航运真的操作难度非常的高 真的是戏剧性 今天看起来几乎前半场 都是属于最弱势的族群 尾盘又有这些买单进场 那顺着我上礼拜所谈到 就是说 我认为持有者在这个地方 是有续报的空间存在 因为真的已经快接近年限 这样举例来说长龙 年限大约是在81块7左右 那你说现在已经距离年限不远了 那今天又拉出了这根瘦角的下影线 我觉得在技术面上 我会比较倾向于说 看起来有机会利空做彻底 因为最近传出来是这个货柜的运价 是下跌的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像 之前那种每天的报价上 反而是运价下跌 但是这个跌并不是说一个大崩盘的下跌 而是因为毕竟运价已经涨了一年多了 涨多做修正 所以对货柜三雄的部分我觉得获利上 是不用太担心 只是说现在市场上 在前一波在杀融资的情况之下 看起来筹码面 我觉得是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沉淀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 当然你说要马上反转 我的 我看起来我觉得机会并不高 但是在这个地方 你说真的要再破年限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这么悲观 好 这是我们看到长龙 阳明 万海 所以目前看起来如果低点不远 但是操作上也许上档的反压压力在 所以可以在最近的这个操作当中 再把它纳入到当冲的热门股上吗 现在看起来去冲它有没有空间呢 如果以当冲来讲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应该这么讲 震荡的幅度 看起来当然今天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以从过去的表现来看 比较有点 瑕福的一些整理 甚至比较偏空 所以在操作的部分 都真的可以比较 灵活一点去做一个应对 如果以目前货柜三雄来讲 还是有它的一个人气存在 只不过这个量的一个角度 以人气来看 是不像上半年来的这么夸张 这么的多 那我倒觉得说 如果以当冲的角度来讲的话 近期比较有增量人气的族群 像是比特币带动的显卡族群 我觉得也算是近期 算是人气有这个在台股当中 异军突起的 像是技嘉 维新 汉讯 立台等等 因为随着比特币的这个 提供ETF推出啊 这个相关的商品呢 代表更受到市场的重视 甚至是最近外资业买超很积极的 像是技嘉的部分 最近也是展开这个连续五天的一个转买 买了将近三万张左右 反而是这个族群量真的情况 我觉得是更明确 那对于当冲族群来说 那它是更有空间可以去做一些操作 当冲可以追或可以做 但是如果在投资上可以追嘛 都看到比特币冲上六万美金的历史新高记录了 所以现在再去追什么技嘉 汉讯这些个股 如果是看着比特币我们也不方便买 或者是也不知道怎么买比特币的情况下 真的在台股个股身上呢 真的可以因为这个比特币题材概念 去追这些板卡的族群吗 那现在的一个强势货来到这个位置点 再追吗 有人说他看到十万美金 你认为呢 第一个如果就先就比特币相关这个显卡概念 我认为可以买 那我为什么会比较乐观 因为第一个是说 当然比特币会涨到多少 刚刚坎明说十万 甚至我看网路一些媒体议测 二十万三十万都有啦 当然是未来这一两年 那不管我们先不管比特币会涨到哪 那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看 我为什么认为可以买 第一个就技嘉来看 它上半年的EPS是九块五 那下半年当然我们还不确定多少 不过以目前显卡市场上的价格 又来到近五个月的新高 所以合理去推估 就是说技嘉的一个获利啊 你说就算 因为这个显卡报价 今年最高是大概落到五月份 当然现在还有一小段差距 不过现在已经就是五个月高 所以下半年的获利 我认为不至于会说 跟上半年会差太多 所以你合理去推 技嘉上半年就赚九块五 下半年你说 赚个六七块 我觉得都不成问题 你说一年的EPS赚到十五块 现在股价一二 本益比说真的 并不算高 那汉讯也是一样 汉讯也是今年这个毛利率爆充 因为显卡价格跳升 上半年赚了十块 那目前来讲 说真的加上下半年的获利来推估的话 真的本益比还并不算高 那顺着刚刚谈到的逻辑 如果比特币的价格 现在来到六万美 如果在今年第四季 它还能维持在这种所谓六万上下 甚至在创高的话 那显卡的价格绝对在走高 所以刚刚谈到几档 就是说 其实今年上半年都获利不错 这些显卡公司 其实从现在的角度去看 加上刚刚我谈到技嘉 外资是最近才转买的话 然后技术面又是非常强势的 一个突破性的转强 我是比较乐观 我认为以本益比的角度 甚至法人的操作 拉回来是可以站在买房